法国国民议会选举当地时间在6月30日举行第一轮投票 要选出577名议员 而28日的民调显示 左派的新人民阵线有28%的支持率 而总统马克宏搜索的中间派联盟只有20%的支持度 而雷鹏带领的极右派国民联盟 获得37%的支持率 为三党中支持度最高的政党 由于议会大选需要进行两轮选举 因此很难在第一轮就看出各政党人获得的议会席次 而且两轮之间可能有政党形成新的选举联盟 引发更多变数 然而英国媒体预测 这次法国大选形成选制国会的几率很高 也就是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议会取得绝对多数 许多人形容马克宏在欧洲议会选举失利后 提前解散法国国会重新举行大选的决定 是生涯中的政治豪赌 面对极右派的国民联盟声势强劲 马克宏有可能在这次议会大选中惨败 而面对与不同政党的国会总理 共同治理法国的困境 欢迎新闻 陈彦华 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